什么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要素? 有人说是读经和祷告 有人说是做礼拜和侍奉主 有人说过一种与蒙昭恩相称的基督徒生活 所有这些都是对的 也都有它的重要性 而且也都能在圣经里面找到依据 但我认为还不是最本质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三一真神的创造和救赎 有信、有望和有爱 信、望、爱是基督徒生活的根本的要素 如果把它比作是我们信仰领域当中的日月、星辰并不过分 你能想象一个走在旅途当中的人 不见天日 白天既没有太阳 晚上也没有月亮 甚至连星光都不见 你想 他能走他的路程吗? 也许你会说有灯光、有珠光、有手电 但这些光 又怎能和太阳、月亮、星辰去相比呢? 况且他们也不能持久 信、望、爱是我们灵性生活的光源、热能和美感 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三节是这样说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们今天就要分别的来看一看信心、盼望和爱心 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地位和它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 我们讲到信心 信仰的最基本的一点是在于信 也就是相信上帝 相信耶稣 相信圣明 相信三一真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相信圣经传达了上帝的应学信息 他的吩咐和要求 在这些根本信仰问题的基础上 就使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信和不信人有了区别 著名的使徒信经 就是认识到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和内容 信可以说是基督徒信仰的根本 如果一个人没有信 那就完全不可能成为基督徒 这为人对人的相信 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他所说的话 他所做的事情 或者说基于他的品格 信仰 信任 信托 信赖 信服 信德 都是在这个基础上 延伸的一些特质 如以植物来做比喻吧 信心就是根 或者呢 比如说是建筑物来讲呢 那么信心就是一个大厦的一个基础 如果比如说阶梯呢 信心就是信仰阶梯的第一基 相信或者是信靠一种更大的能力 这就是圣经一个基本的观念 有坚定 忠信不移的一种含义 圣经里面最常用的 是一种主观的状态 就是指着一个人的道德和灵性的一种品质 说明这本人呢 在信心上和上帝维持一种关系 以及呢 表示他的忠贞 我们今天所研究的信心呢 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们说从哲学的思维上来讲 信心可以看出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教父安森 有一个有名的一个论点 就是说 你相信 你就可以知道 但是另外一个叫阿比拉的 他你师父正好 和这个安森人的是相反 他认为你知道 然后你才可以相信 我们可以说 这两位所谈的呢 是两个层面的一种认识 如果是基于我们有感官 有言而口 鼻 以及触觉 而来的知识呢 那么再加上人的裸弃和推理 这样一种知识呢 可以说就是知识了以后 人才会相信 因为他依靠的是感性的知识 和理性的知识 但刚才我们所讲的 是对圣经的信仰的一种启示 对上帝对永生 对于复活 对于世界原来的创造的信心 都不是人的感官的知识 甚至于裸切推理 也不能令人完全明了的 或者叫做完全的解答的 虽然启示的知识呢 并不和感性的知识 和理性的知识 绝对的对抗 或者是相互矛盾 但毕竟呢 它是超越了所有的感性和理性的知识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知识上呢 我们只有接着信心 才能够认识 这就是结论 信心不断地增强 我们的认识也就会越来越加深 而在神学含义上呢 对信心也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属于理智的 是初步的 而另一个呢 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呢 是属于道德的 信心不单单是理智上呢 对于说启示的真理的赞同 而是整个的人 被一种启示的真理 所引导所管理 整个的人 降伏在这样一种真理之下 圣经讲 你信上帝是一位吗 魔鬼也信 却是恐惧战心 所以在圣经 神学的含义上的信心呢 不单单是指理智上的认同 而是心智上的顺服 单单理智上呢 这个赞同呢 并不构成圣经当中 所强调的那种信心的含义 圣经所讲的信心 包含着忠贞和坚信 这种信心呢 就是能够使得我们的灵魂升华 能够激励我们向上 向真 而且向着神 约翰福音 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说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上帝 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界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罪就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 是靠上帝而行 信心也可以这样恰当的说 是由于感悟到真理的一个现实 以及上帝所启示的诸般的事实 而这种感悟呢 是完全建筑在上帝的见证上 而这种真理呢 事实上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完全的超越了我们常人 所获有的知识的 而这些真理事实呢 更加和人的生命 以及人的得救呢 是紧密相关的 正因为这样 上帝就启示他们 但是凡是接受他的人呢 必须要基于相信上帝 神圣的启示和见证 这个见证呢 就是在圣经里面 当然也需要有圣灵的印证 凡是领受这个真理的见证 而且是自己享福于他的 就成为分享属天知识的人 而他们这种知识呢 是来自信心 所以圣经讲 我们不是凭眼见 不是凭着感官 而是凭着信心 就是相信上帝的真实 说到这里 那么信心和理智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说 对这种属天的神圣的知识 理智是服从于启示 也是服从于信心的 他们是无需对抗的 因为很清楚 人凭着理智 并不能完全明白 或者是 去完全的理解属天的事物 当然了 也就不会接受了 但是理智 在我们检查权衡 这个启示的证据的时候呢 有它的功用和地位 甚至于在解释和表明 这些真理知识的时候呢 也有它的功效 圣经的真理 是人的理智 叫做信心去认识 上帝的一种知识 接受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去了解上帝所披露的事实 对上帝的创造 上帝的救赎呢 都不例外 而这种信心呢 也帮助我们接受 圣经之为上 希伯来书十一章 就被称作是 信心的诗篇 如果相信 希伯来书是保罗 这位信心的使徒所写的 那就更有意思 第一节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缺具 这里很明显呢 想到信心和感官和知识呢 是不一样的 但不是对抗 而且呢 也不是比较低 相反呢 是一种更深的一种把握 不认为将来的事情 或者是对远古 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 由于相信上帝的启示 就得到了一个确切的认知 而第二节是怎样讲呢 这里说 古人在这信上 得了美好的证据 先祖和先知 包括亚伯拉罕 摩西 先知和君王 也包括了约伯和大卫 所有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 相信上帝的启示 也接受上帝的启示 使他们与众不同 使他们与当时一般人 有分别 因为他们是凭着信心 得到这样的一种知识 就是上帝所启示的知识 虽然他们没有眼见这些事物 他们先祖因的信心 得出了这样一种证据 而我们今天 是否又接着 他们所得到的启示 也同样的 处于信心 使我们得到自己的一种印证呢 下面我想特别提到了 两方面重大的事情 也就是圣经的两大主题 一个是创造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说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是结束上帝的话 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首先 创造是一个久远的事情 没有一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亲眼见过当初上帝创造世界的作为 就连亚当夏娃 也是在被造成以后 才知道自己的存在 所以想到 所有有形的物体 都是从看不见的树而来的 上帝 所有就有 命力就立 上帝以他的大能 按照他的旨意 创造世界和万物 以物质的观念讲 所有的能的本身是看不见的 而同样上帝的话语 以及上帝的旨意 也都不是所谓显见之物 但里面却充满了全能 充满了能量 对太初的创造 人没有办法运用任何的感官 或者以今天的科学实验去重演它 或者去认识它 对于上帝的大能和全能 创造的时间 或者以能量 变为我们的物质 我们人也是做不到的 人是借助于现成的事物来制造 借助于以存的生命而表现出来 一定的能量和一定的范围 而对于原始的生命 原始的物质 人非但不能创造 而且都不能按照自己的诺言去行 所以圣经说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 因着信就认识 在这里圣经所指的是一个信心的功效 以及信心有它的超越性 在创造的事情上是这样 在另一件与我们人类密切相关的 救赎的事情上又怎么样呢 接着下面第四节 这样说 亚伯因着信就献去于上帝 就比该人所献得更美 因此呢 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在救主耶稣降生之前 原来亚当夏娃尼 并没有看到女人的后裔的来临 就是连救主耶稣的降生 他们也都是凭着信心 接受上帝的应许和启示的 再讲回到我们今天的人 离开耶稣的降生和定时之下呢 已经快两千年了 我们也没有看见过他 虽然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当时既没有录音 也没有照相 因着耶稣在世界上的一种生智呢 甚至于连耶稣的画像呢 也都没有 我们凭着什么来认识耶稣呢 凭着信心 接受上帝 接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 以及当时的门徒所留下的见证 就连和耶稣生活在同世代的人 生活在犹太国 甚至于生活在同一个拿撒拉村庄的人 是不是就一定认识耶稣呢 耶稣既没有君王的意态 也不是头戴光环 以人看来 他只是普普封城 生在马朝 长大在穷乡僻良的一个拿撒拉 从事的是木匠的工作 而从人的学问 地位 财富 声势 从任何一方面讲 有什么能够使当时的罗马世界 当时的全世界人 甚至犹太人 以及和耶稣同乡的人 能够相信和承认 他就是世界的救主 耶稣基督呢 如果说他行过神迹 歧视 不认识圣经或其他的记载 都有一些近视或者相反的事情发生 如果说认到耶稣讲论了许多奇妙的道理 吸引了很多人 那么历史上 甚至耶稣同时代的罗马世界 有许多的大演说家 雄变之才 这样的人也很多 怎么能够说明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人类的救主呢 还是要凭着信心 就是凭着上帝的启示 和上帝所宣布的事实 以及人接受圣灵的感动 这样才能在包着布 或在马槽里的婴孩 让他作为真理的象征 才能够对着死在十字架上 和两个强盗在一起的那一位 就是上帝的羔羊 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信心我们说 虽然有感性的认识 也有理性的分析 和裸切的推论 但信心的超越这一切 只是最终的建立在 上帝的应许 和他的启示上 对我们今天讲来 就是结果圣灵 把上帝的道 启示在人的心里 人愿意接受 这样就开始了信心的第一步 也就和基督有了关系 圣经讲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在一起信他的 不止灭亡 反得永生 上帝这样的爱世界上的人 耶稣基督竟然愿意 做这样的牺牲 他又宣告说 凡是接纳这个福音的人 就可以得享永生 不止灭亡 但如果人根本不信 那么上帝所做的一切 对他讲来 好像就从来没有发生过 上帝良好的愿望 也不能达到他的身上 他如果信 就产生了真正的神级 比疾病得到医治更大的神级 他的罪恶 可以借着认罪悔改 而得到睡眠 而旧的生命 借着和基督一同摆状 也和基督一同复活 他的人生从此就有了方向 有了意义 他的人生也就有了榜样和力量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讲到亚伯以后 又讲到以诺 挪亚 亚伯拉罕 撒拉 伊萨 雅各 约瑟 摩西等等 所有的先行 西伯来书的作者说 我又何必再说呢 如果一一的细说 基督 巴拉 参生 也和他大为 沙姆尔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 第三十九节说 这些人都是 因着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为得多所应许 这里是指着 复活和将来 天国的应许 联系到 救赎计划 的最后完成 对我们今天 讲来呢 也还是没有看见 但是因着信心 相信上帝的应许 我们就是有福了 以致我们的心里呢 就有了证据 而这个 凭据呢 是按照上帝的信誓 以及圣灵 在我们心里 所做的见证 和印证 还有的 这种信心 好像是 大疆浩瀚 从古道经 流冠在 所有的先主与先知 先知与君王 使徒 和历改了 基督徒的 生命当中 这种信心呢 所成就的事情 除了他们在 基督里 与上帝 从归和好 以上帝为乐 被上帝称义 而且不断地 因着信 努力地 成圣 按照 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 的小节说呢 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 敌果 醒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猛死 脱了刀剑的疯人 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 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妇人 得自己的死人 复活 又有人 忍受严刑 不肯勾且 得释放 为了得着 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 忍受 气愣 鞭打 捆索 监禁 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 被拒绝死 受死探 被刀杀 披着 绵梁山岸的皮 各处奔跑 受穷乏 煥烂 苦害 在旷野 山林 山洞 地区 漂流 无定 本是世界 不配有的人 在这个含义上 可以说 在信的人 他们是 凡事都能 这个似乎是 无形的一种信 却变成了 一个人生 社会上的一种 巨大的力量 在推行真理 在 主恶 错到 在改变人生上 信心 始终可以 找到 它的 终极 以及 它的果效 由此看来 把信心 当作基督徒 生活的根 作为基督徒 信仰 大厦的基础 作为天路 历程上 的太阳 并不过分 希伯来书 十一章 第六节又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信心 是得蒙上帝喜悦的 首要的条件 有人 错误地认为 要为上帝 做些什么事情 才能使得他得到喜悦 这固然不错 但是信上帝 所拆来的 这就是 做上帝的功 这是耶稣 当时 亲口回答 犹太人的问题 是所讲的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 做上帝的功呢 信上帝 所拆来的 耶稣基督 耶稣 就是这样回答 因为 这就是上帝 要在人 身上 所做的 救主的工作 当我们人 能够相信他 接受他 我们就是和上帝 在同工 当然 在这以后呢 我们还要使 其他的人 也能够相信 也能够接受 也能够效法基督 所以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这样看来呢 是可以理解 你能够想象 做儿女的 不相信自己的 父母 会出现什么 光景吗 如果根本 不存在着信心 和信任 和信靠的话 他会 使作父母的心 如何的伤痛呢 而这样的儿女 能够真正的 从父母 得到一些什么吗 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六节说 因为 烦到上帝面前的人 必须信有上帝 且信他 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第一 必须要信上帝的存在 第二 信上帝爱那些 信靠他的人 而且赏赐那 信靠他的人 甚至于把基督 都要赐给他们 这就意味着 把全天庭 都赐给了他们 如今 常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我们第一点呢 就讲到信心 第二呢 我们就讲到 盼望 法国的大作家 余果说 上帝把希望 两个字呢 写在 每一个人的 热头上 希望 盼望 盼望 都不是指着 回头过去 或者是面对现在 而是遥望将来 将来 对人讲来呢 是一个未知助 但人都是 存着希望而活的 学生呢 希望能够进好的学校 工人呢 希望不会失业 商人呢 希望赚多点钱 有病呢 希望身体康复 孤独没有家的 渴望家庭的温暖 或者是成家立业 没有孩子的 希望有孩子 在战火纷飞下的人 希望有和平 经历着寒冬的 盼望着春天的来到 分离的人 渴望着团聚 老年人希望不死 这些都是正常的 盼望是一种看不见 无形的和强大的动力 在推动着人生 社会往前进 但正因为 所盼望是将来的事 将来又含着 许多未知的因素 所以只有那位 不受时间限制 也不受空间限制的 上帝 所给人的启示呢 人的心 才会有光明 才会有温暖 所以如果说 信心是基督徒生活的太阳 那么盼望 不是月亮 就是信心 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需要从上帝那里来的亮光 就好像一个矿工 在又暗又射 又滑的坑道里面行走 他头上需要有一个矿根那样 所以保罗呢 也把这个得救的盼望呢 比作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头盔 对近代讲来呢 就好像是一盏车头灯 在晚上行驶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如果前面一片漆黑 你的车头也没有灯的话 你是不是敢于继续前进呢 圣经对盼望这两个字 尤其在新月里 用的很多 可以这样讲 因为基督徒已经看到了 救助来的世界 为人牺牲 复活升天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目光呢 集中在最后的盼望上 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结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与上帝相合 我们又结束他因信的 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 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止于羞愧 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 讲上帝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经所讲的盼望 它的含义呢 还远超过我们刚才 所提到的 在人生的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阶段 不停的遭遇当中 所生出来一种盼望 圣经所讲的盼望 需要盼望上帝的荣耀 就有里面的人呢 盼望 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正像洪水以前的人 盼望有一位安慰者来到一样 使得他们能够 卸下他们手中的劳苦 罗亚 只是基督的一个预表而已 没有耶稣是真的 是平安者 当基督来到了 今天基督徒盼望的中心呢 就是集中在基督复灵 基督复灵是教会的北极星 在世界上最大的遗憾 就是罪和死亡 他把人和上帝 人和人分割 也和世界上的生命断绝 而基督复灵的时候呢 按照启示录二十章 以及贴撒罗尼加书 第四章十三节说呢 轮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自信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原理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彼此劝慰 基督徒凭着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应许 凭着圣灵 在他们心里面的感动光照 他们就盼望复活的亲神快点来到 那时候死亡的权势要被打破 坟墓的阴影要消退 而且永远和主同在 那个日子就会变为现实 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 成为出手之国 以后就是那些信从他的人 也不要照样复活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被人称作是盼望的诗篇 使徒保罗专门讲到复活这件事情 到那天 最后被消灭的就是死亡 这是最后一个仇敌 基督徒的这个盼望 就是在上帝赐给人的福音的基础上 轮到这个死人得救的福音呢 保罗说 我当时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就是第一 基督照着圣经所讲 为我们的救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基督的生死复活 都是为我们的得救 这就是福音 而他的生死复活呢 就为我们免除了死亡 以及指示了我们 如何在今生生活 以及又应许了我们 得想将来的复活 盼望成了现实 成了可能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 这里说 我们这必朽坏的 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我们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 既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既变成不死的 老师经上所记 死要被得胜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 死啊 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上帝 使我们接受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基督徒 盼望的中心 基督徒如果没有这种盼望 而只是怎么样呢 停留在世界上 一般人的盼望的话 那保罗说 那这样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因为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十九节说 我们若靠着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因为如果没有永生 没有复活的盼望 死亡会席卷一切 死的洪流会冲刷一切 这个盼望 我们说在圣经里面 就是指着永生的盼望 得救的盼望 因此是一个美好的盼望 也是一个可夸的盼望 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盼望 变成为活泼的盼望 就是有生命的盼望 不论在平安稳妥 或是在黑暗和患难当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盼望上的荣耀 因为我们得救呢 就是在乎盼望 而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 就是这样讲的 非但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而且是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 我们所信的 不单单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也是带着荣耀 反映了上帝无限的美德的基督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所传的盼望是确定的 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七节 是这样讲 我们今天也正是凭着信心 等候这个所盼望的意义 以及照着上帝的应许 盼望一个新天新地要来到 没有信心 基督徒就不能生活 没有盼望 基督徒就不敢生活 信心和盼望 带来了天上的光芒 为基督徒开创了一个新的人生的方向 也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要失去了福音的盼望 相反 要把这个可夸的盼望 坚持到底 下面我们第三点呢 要讲到爱 我们先请听首歌 真神的爱 真神之爱 味道无穷 口舌笔墨 难以形容 高潮 高潮逐行 生与阳海 长过高深 事无与同 失足犯罪 不如隐忧 深谦爱 自拯救 是我罪人 与生和好 折免一切罪有 真神之爱 何等身长 味道无嫌 无良 真神之爱 永世赞叹 天使神徒 松阳 头上青天 变为指掌 衣裳忘记 变为笔杆 世上海洋 变为墨碎 闻人集团 埋头书案 好尽之力 描写深爱 海洋墨碎 海洋墨碎 岸眷水长 如天连天 仍让表达一半 真神之爱 何等身长 味道无嫌 无良 真神之爱 永世赞叹 天使神徒 天使神徒 松阳 保罗说 如今常存的 有信 有望 有爱 其中最大的 就是爱 而紧接着下面呢 就讲 弟兄们 你们要追求爱 我们说 没有信心 人不能生活 没有盼望 人不敢生活 没有爱呢 人就不值得生活 不少人住在高楼大厦 或者是 栖息在 云云的众生当中 但是他们的心灵 因为缺少爱 就好像 生活在 沙漠里一样 没有爱 世界上就会有 真正的美 所有的事物 都变为丑恶 爱是上帝 律法的真体 圣经说 上帝就是爱 但爱呢 不是上帝 爱是上帝 性格当中的 辉煌的表现 上帝在创造当中 体现了他的大爱 上帝在基督的救赎当中 更加体现了 他伟大 莫测的爱 甚至在人类犯罪以后的 历史当中 我们 去无 澄清 我们 剥开这些 乱草 或者是 腐烂的叶子 你就会 到处看到 上帝爱的一种 根牙 显现在 人类 历史 悲弃的 原地里面 正因为上帝 这样的爱我们 所以呢 他要求我们 也爱他 以及 爱人如己 圣经讲 主耶稣 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 上帝爱我们的爱 是一种牺牲的爱 我们能不能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对他也有一种 奉献的爱 牺牲的爱 纯洁的爱 舍己的爱呢 耶稣说 我怎么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 怎样彼此相爱 耶稣来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爱人 如己的典范 爱的榜样 爱的标准呢 就是耶稣 而且我们也认识到 那种为弟兄 为朋友 舍命的一种爱 因为耶稣已经 教导了我们 尽管基督徒 还不完全 还有许多的瘸漏 亏欠 但是由爱 在呼召 不断叫他们 高而又高 生而又生 不断的 要求他们 少爱自己 多爱主 少爱自我 多爱人 爱就成全了律法 爱是 无形 而有形 无生 甚有生 而有些人 似乎是 无力 却是 最有力量的人 只有在跟上帝和好 以上帝为乐 不断的讨他的喜悦 而心灵也一直能够 听到上帝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样一种人生 才是有意义的 才是值得活的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得到调整 他消除了种族歧视 阶级歧视 性别的歧视 以及消除了男女的不平等 和宗教的纷争 人生活在一位天父 一位救主 做我们的长兄 一位圣灵的运行 和引导之下 人的生命呢 就不会感到贫乏 枯干 相反的 会感到丰满 而且美丽 惨难 圣经固然也提到了 像以撒 爱以扫 因为呢 常常吃到他的美味 或者说 雅各深爱拉姐 这位美貌的妻子 或者是呢 这个雅各爱月舍 过于爱其他的儿子 所有这些 人常的一些表现的爱 带着人类的本性 天性 但也是一种 不完全的爱 圣经也记载了 像越拿斑 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生命 这种朋友之间的爱 圣经都论到了 但更多的呢 是提到上帝的爱 上帝爱他所创造的人 爱他所救赎的人 在旧约圣经呢 就体现他 怎么样爱 以色列人 爱他的儿女 新约圣经就提到 上帝爱世人 这是一种 圣洁的爱 牺牲的爱 特别是彰显在 主耶稣 为人类舍命 牺牲的 这种爱上面 启示录第一章 第五节说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果民 做他父上帝的祭祀 使基督这种爱 激励了我们 他的爱是何等的 长 阔 高深 他的爱 也是以永远的爱 来爱我们 而且 他爱世间 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这种爱 是过于我们 所能够执度的 所以 不是我们爱上帝 而是上帝爱我们 如果说我们有爱 我们的爱 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而且也是由于遵循上帝爱的命令 才会去爱其他的人 才能够彼此相爱 这个被称为爱的使徒 在他所写的约翰福音 和约翰的书信里面 爱是谈论得最多的 另外 哥林多全书十三章 也被人看出是爱的诗篇 第一 第二节讲到爱和恩赐 爱和言语 和行为和信心和知识之间的一个比较 爱超越所有这一切 因为所有这一切呢 都是有限的 会终止的 但是唯有爱是永不止息的 就算是一个人 会用各国的方言 甚至会讲天使的话语 如果没有爱 也就算不得什么 不过好像是 明的罗 想得拔一拔 且不说是一种草音 很刺耳 我们说就是罗古生听多了 也会感到反应 人一名惊人的天才 如果没有实际的爱在里面 最后也像阴云笑散 但人凭着爱心所讲的真实的话 是多么美好 就好像金苹果 在银王子里面 又好像生命树增添人的力量 保罗又讲 如果我有先知 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权力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所有这些离开了爱 都得不做上帝的认可 可以在世界上 得奖美名 或者 人也可以夸耀自己犯 但在上帝面前 劳而无功 第三节说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则几身叫人粉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一 可能对别人 有点异处 但是对自己的心灵 因为不是出于爱 不是为了爱 结果还是那样的苦感 正像 对上帝的爱 并不是抽象的 耶稣也说 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 就是爱我了 讨上帝的喜悦 听他的话 遵照他的吩咐去做 克服他的心意 这都是爱他的表现 同样 对人的爱呢 也不是抽象的 保罗在这里说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狂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一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因为使徒约翰 这样讲 人如果不爱看得见的弟兄 又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呢 真正的爱人 才能够爱神 真正爱人 才能表明我们爱上帝 这就是耶稣所讲的 以前律法和宣制的总纲 也可以说就是圣经的总纲 我们知道有一天 所相信的事情呢 会变成眼镜 有一天所盼望呢 得到了 并且引起我们的欢心 但唯有爱呢 是永远呢 长存的 我们上面讲了 信心 盼望 和爱心 我们下面一部分呢 就讲讲 信望爱 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知道 信望爱呢 都是上帝所赐的 保罗说 你们得救是本无恩 也因着信 这原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 圣经也讲 盼望是上帝所赐的 尤其基督就是我们的 荣耀的盼望 更加是上帝所赐的 就像耶稣也讲 上帝就是爱 所以爱呢 是从上帝来的 我想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也是一个根本的认识 信望爱 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而我们每个人呢 只是一个领受者 第二点呢 非但信望爱 是从上帝来的 而且 我们的信望爱 是信什么呢 信是上帝的一种信实 所盼望的呢 正是上帝所希望我们 得作的 我们所爱的呢 是反射主的爱 以及效法 他的爱 第三点呢 信望爱之间呢 有一个有机的一个人系 保罗讲 受割礼 不受割礼呢 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是有一个 深乏仁爱的信心 信心开始 有了信心 彼得说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加上忍耐 有忍耐 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彼得最后说 有了爱弟兄的心 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在圣经的原文 是有了一般的有爱呢 还要加上 圣洁的爱 牺牲的爱 希伯来书 第十章 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更加是劝违了我们 要存着充足的信心 来到上帝面前 要坚持我们 所承认的指望 不止于摇动 而且要 激发爱心 勉励 行善 所以这里 这段圣经 很清楚的 把信心 盼望 爱心 都连在一起 所有这些呢 都是在基督 福灵之前 作为神的儿女 所最需要的 所以我们 一开始就讲 基督教信仰的本质 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 有信 有望 有爱 我最后小接下 今天我们呢 分别讲了 信心 盼望 爱心 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 那个重要性 和它的意义 最后呢 我们也 很简单的 看到了 他们三者之间的 一个关系 但愿 你 我 在信 望 爱上 不断的 能够有 长进 尤其是在 世界的末了 让我们 就在 信 望 爱上 建立好 我们信仰 生活的 真正的 根基 好了 亲爱的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呢 这个圣经要到 第二十二课呢 就是讲到 这里 我们下一次开始这里呢 我们就要讲 圣经的神选 也有二十二讲 希望各位呢 都能够 按时的收听 而对于过去 所有的讲课 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者有什么宝贵的分享 希望你 写信来给我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或者还有什么问题 要讨论 也请你告诉我 好了 我们今天 就到这儿 愿上帝 赐福给您 您的全家 和您的教会 下次再见